黑色巨型橫幅 写有两支不会被威权灭声 香港中大实贤校友纷纷在橫幅写上 想对校长段崇志说的心里话 有学生留言感谢校长在压力下人与学生同行 先前中大女学生向校长段崇志当面控诉 遭到港警性暴力 段崇志与学生进行并门会议之后发表公开信 举处有许多学生遭受警报 呼吁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查警方是否滥用武力 这封公开信遭到前香港特首梁正英 以及共媒人民日报批评 中大许身以行动立体校长批评中共压迫港人声音 而在香港大学学生发起联署 促勤港大校长张翔谴责警报 已经有超过2600名港大师生校友响应 向校方递交联署信 中大校友日前发表公开信力挺校长段崇志保护学生的主张 批评梁正英以及共媒所言满横无礼 是国家权力对大学自主的不当干预 已经有超过一万多人参与联署 新台尔亚太电视香港综合报道